歡迎收看光臨新聞 北港馬祖病醫這幾年不斷應徵新的醫療師比技術和優秀醫生 並且跟在地社區連結辦理各種醫療提供服務 國際在明星期日前公佈 全球最高病醫病病 馬祖病醫也在命中 馬祖病醫表示 未來繼續來提供最專業的醫療服務做好所有的病患 北港馬祖病醫等級照顧分林海山地区的患者 國品質的醫療服務 竟是受到大家肯定 在前美國在明11所公佈的專求最高病醫屏蔽 馬祖病醫也在命中 這也代表病醫療品質受到國際肯定是相當不簡單 在上個禮拜新聞週刊 這是美國的一個週刊 他們所發佈的這個全球最佳的醫院裡面 我們醫院有上榜 評鑑的標準其實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他是從同彩的醫療專家去評比 另外一個是醫療品質 另外一個是病人到醫院之後 親身體驗的結果 這三項的評比 就是在從病人的角度去思考說 我們到醫院我想要得到的服務 我想要醫院提供的服務是什麼 這是跟我們醫院 目前我們一直在努力改善的是一致的 一方表示為了讓海山地区的鄉親 也能夠享受到最先進的醫療服務 馬祖病醫是不斷引進最新的科技設備和技術 請求讓經激起人 高壓陽在醫療中心頂頂 做好進化這個環節 其實我們在整個我們員工的思考就是說 怎麼樣提供以病人優先的服務 那這樣子的先提一下其實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把我們的設備一直去充實 所以在近年來我們引進了蠻多的儀器 包括智能復健型的機器人 那體外反駁器 三四個月前我們引進了雲林地區第一家的高壓陽昌的設備 那我們也有做了乳房的無痛的切片的一個檢查的東西 我們就盡量要把國內國際上最先進的醫療能夠引進雲林 來提供我們縣民有更好的醫療的服務 也做便宜對白人的照顧也在對國家SNQ的認證 我們近年來期間我們最主要是以急重症的照護 像我們救腦救心救命這樣子的一個發展模式 在進行我們整個醫院的一個推展跟進步 那另外在友善的服務的部分 我們也是一樣一直在努力一直在精進 我們大家都會透過所有團隊的力量 持續的努力的為雲林的我們的鄉親來努力 那提供更多的優質的照護 這次所公佈的名單當中 台灣總共有35斤便宜儲奔 其中婚林代代便宜也在名單當中 婚林官有兩斤便宜當時受到更多困難 相信可以讓患者才受到最好的照顧